自動駕駛進行中 哈哈哈哈 人家有人 自動駕駛進行中 自動駕駛進行中 有人耶 這樣女排有用嗎 哈哈哈哈 人家有人坐在那裡 可是他是自動駕駛 對呀 他要坐坐嗎 對啊 對呀 賽車場跟樂園 你要去賽車場嗎 還是樂園 就是那個啊 賽車場上車場 這不是 不是無人駕駛車 對他還在測試期間 只有部分路段會開啟 開啟 五分 五分喔 他不用看鏡頭 公表給公司的 他說沒有拿到看鏡頭 一不去摸摸 不用看鏡頭 謝謝 拍去嘛 還是沒有遙控 這家家庭中趴啦 哇 庭中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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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規都不一定 一定要有一個安全性 一定要有一個 對 就是我們現在 你如果說有狀況什麼都一定要有一個人在身上 起碼都要有一個人 就是如果真的 就算車子有狀況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開 用手動裝 這段有自駕 這段 現在就是直下 那是不是遇到障礙物 他就會停止 他會停 就像車子裡面那種 就是他只會停止 但他不會有其他房間 所以你還是需要人力 這創意自己打的 好幾家 好幾家 是新盛嗎還是不是 好幾家 車外面有那個LOGO 軟體的硬體的 然後車體的 電池的 轉彎應該也不用 自動駕轉彎 是這種轉彎 目前還在調整 還在調整 沒辦法 因為 山區會有爬坡跟下坡很危險 對 他沒辦法 他沙庭目前他只有辦法緊急沙庭而已 他沒辦法那種 斷斷傻 很危險 他那邊還沒辦法排除 所以這一段上來 連續四個彎 都還是人力開 因為他就固定了路段以後 以後可以的話 應該是OK吧 這邊應該都可以刻 以後要 要看明年什麼狀況 預計是到明年了 但是到時候什麼狀況還不知道 要等一下喔 這邊是十分發車 等一下要差不多過去賽車場 是為了做這個 然後去賽車場 現在體驗 這是什麼感覺 賽車場現在有什麼 卡丁車啦 大人是玩卡丁車啦 或是像VR VR館都在同一棟 那應該有的還沒好 還是還沒有那是飯店 也不算還沒好啦 就是他們 剛我們過來的時候看好像都空空 不是因為他們有些 有些地方可能還沒用 對 就兒童館 樓下是兒童館 就兒童館 好 準備